我講到哪裡? 梨叉平方合嗎? 對不對? 有介紹梨叉平方合 對不對? 同學們好 跟你講喔 接下來我們看那個標準叉 那個標準叉其實很簡單 標準叉就是 變異數在開什麼號 變異數在開更號 等一下 哈囉哈囉 嘿 來,同學看我這邊 來,同學請問你喔 標準叉是誰開更號 變異數開更號對不對? 那請問你,變異數 它是怎麼算出來的 變異數上面是什麼? X是什麼? XXX啊 請問你,這個叫什麼東西? 這個XXX它只是個代號啊 但是它有一個名字 它的本名叫做什麼? 它叫做梨叉平方合 這樣可以嗎? 欸,知不知道 這個XXX 它代表的是這一個東西 Sigma 然後Si 減掉什麼? 減掉S bar的 平方 欸,同學你還記得這東西嗎? 仔細聽喔,這只是一個代號 我們不要每一次都寫這一坨嘛 我們都用這個代號對不對 這叫XXX 這叫離差 解掉平均數 這個叫離均差啦 簡稱叫離差 然後平方 把它全部加起來 所以SXX這個叫做離差平方合 把離差平方合除以N 算它平均每一筆資料的離散程度 同學,SXX除以N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變異數喔 變異數在開更號得到的東西叫做什麼差? 叫做標準差對不對? 然後你還記得我們高一的時候有講過喔 標準差 來,外面有個更號 但是這個變異數同學它有一個口訣啊 那個口訣叫做什麼? 再一次喔 那個口訣叫做什麼? 平方的平均 減掉平均的平方對不對? 所以同學你看喔 平方的平均減平均的平方 指的就是這個東西啊 來,N分之一 來,幫你複習一下喔 SIGMA Si平方 平方合的平均好不好? 平方的平均 再減掉平均的平方 這樣有沒有問題? 我們都有背下來對不對? 變異數的公式 平方的平均減掉什麼? 平均的平方 這樣了解嗎? 然後同學你從這裡應該有看到一個東西啊 來,你看到什麼東西? 看到N分之什麼? N分之XXX 就會等於這個東西喔 N分之一的 SIGMA Si平方 再減掉 來,SBAR是什麼? SBAR就是N分之一的 來,SIGMA Si 整個的平方 OK 來,同學你把它寫上去 欸,這個東西就是它對不對? 我再講一次喔 同學,這些東西有時候看起來有點討人厭 我知道 因為就一堆數學符號 但是我想 你這個數學符號如果你熟悉 你會覺得其實也還好 來,這個叫什麼? 平方的平均 減掉平均的平方 把所有資料加起來出一種個數 這個就是平均的平方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喔 我覺得這個離差平方合 這個SXX 它其實有另外一種寫法 來,它的寫法是什麼? 欸,這個我們滿常用的喔 現在我們兩邊同時乘以N 你把這個N乘過去 你告訴我 SXX它也可以寫成什麼樣子? S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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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知道我的意思嗎 誒 把這東西寫上去喔 這都高一的誒 等你 我給你30秒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一個傢伙 要把它記下來喔 因為我們後來在算那個相關係數啊 還有回歸直線 都會用到這些工具啊 所以我現在先幫你複習一下 來 把它寫上去喔 字有點歪歪的 不過沒關係 奇怪 為什麼這樣寫字都歪歪的 今天禮拜五好開心喔 對啊 終於可以晚上 我今天晚上要好好的睡一覺 睡到明天中午再起床 變得超爽的 112天 112天很好喔 那你們有看到那個李寶的名額嗎 那個名單已經出來了 同學好加油啊 朝著你人生的目標前進啊 誒 這個重新幫你錄一次喔 同學你知道我今天在講什麼 再講一次喔 同學 這個叫標準差 標準差就是把變異數開根號 對不對 那變異數是離差平方合除以N 這樣可以嗎 離差平方合我們用這個代號叫SXS來表示 它的意思就是Si-Sbar的平方然後全部加起來 這樣可以嗎 這叫離差平方合 這是它的定義對不對 然後這個東西呢 後來有一個口訣嘛 這也是可以證明的對不對 高中的時候 欸 高一的時候 老師是不是把這個Sigma打開 打開之後去整理 發現它長這個樣子 然後為了方便同學去記憶它 我們就有一個口訣 並應數的共識叫做平方的平均 再減掉平均的平方 就幫助同學把它記下來對不對 然後你知道SXS除以N會等於它 然後你把這個N乘過去 結果你發現 這個離差平方合它有另外一種寫法 叫做SIGMASi平方減掉N分之一SIGMASi 整個的平方這樣可不可以 這個東西就某個層次上來講它也蠻重要的 可以幫助我們做計算 好 來 你先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離差平方合跟標準差我們就講到這邊好不好 然後那個標準差喔 你看到那個92頁下面那邊 這個標準差它是幹嘛用的 它是要乘量統計 那要怎麼講 它要乘量數據的一個離散程度 這樣你已經懂了嗎 標準差越大 表示數據越怎麼樣 越分散 就這麼簡單 離散程度的一個統計量 然後我看看喔 還有什麼東西應該要讓你們知道 還有一個統計量其實你們也應該要知道一下 來 這個東西其實也蠻常見的喔 你找個空白的地方 把這個key寫上去 來 寫這個key喔 我們花一點時間來介紹全句這個統計量 好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什麼叫群句 群句是什麼意思 你說 群句是什麼意思 喔 反過來 群句是什麼 是把這一群離散的資料裡面的什麼 最大減掉誰 最大減掉最小的 好不好 叫做群句 這是它的定義喔 最大減最小 叫做群句 這樣可以喔 然後這邊我會有一個比較觀念的東西喔 來 這個是一個私非題啦 我們來問同學 嗯 如果群句越小 能不能代表 能不能得到底下這個結論喔 群句越小的話得到資料怎麼樣 資料就越集中 我們一起來想這個問題好不好 好 然後第二個問題喔 寫在空白的地方 來 全句越大 欸 能不能得到底下這個結論 資料越怎麼樣 越分散 OK 給同學一點時間齁 給同學一點時間齁 圈還是差 欸 為了讓同學去理解這個問題 我舉個例子 舉一個例子 舉什麼樣的例子呢 譬如說 我看看喔 假設 譬如說 假設 例子 好 慢慢講喔 欸 統計這個單元喔 學者一定會討 這一定要注意喔 他至少會討異題喔 假設某一次的英文的考試 欸 英文的測驗 英文的考試 你們英文考試 你們班平均一般都是幾分? 你們班平均大概都幾分? 英文考試啊? 60?還是80? 80? 70 好 來 假設 某一次英文考試 你們班的平均 S bar 好不好? 假設是幾分? 假設是70分 這樣好不好 全班的平均 然後下面有兩個情況 來 第一個情況 跟第二個情況 來 第一種情況 如果我告訴你 全距 全距是3分 好 那請問你 它代表什麼意思? 等一下我們來問同學 那另外一種情況 如果我告訴你 全距 我想想看 找一個比較極端的 全距幾分? 100分 好 那請問你 又能夠得到同樣的結論嗎? 全距這個統計料 其實它很簡單 但是它有一些小細節 真的要讓同學知道一下 我們來跟同學互動一下 好不好 今天是幾號呢? 今天是5號 5號是誰? 哈囉 哎呀 是我們可愛的余謙 來 余謙 我問你喔 那個 如果英文考試啊 全班的平均是70分 全距是3分 那麼請問你 它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 搭配全距是3分 那你 那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全距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們要不要講一下啊 這全距是什麼意思? 就是全班的什麼? 哎 這個全距是什麼意思? 就是全班的最高分減掉 全班的最低分啊 是3分對不對? 然後全班的平均是70分 所以我如果告訴你說 這一次考試喔 我們的全距是3分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班上大部分的同學 大概都考幾分? 大概都考70分左右 對不對? 大家的數據都很集中啊 因為最高分減掉最低分 不是也才3分而已嗎? 然後全班的平均是70分 所以這個全距它其實 很有統計上的感覺喔 它在告訴你說 我們班上大部分同學的成績 幾乎啦 都集中在哪裡? 70分附近 這樣好不好? 哎 寫上去啊 好 集中 再 C值分 左右 OK 來 那下一個同學喔 來 我問一下喔 欸 15號是誰? 15號 15號是誰? 你不然沒有15號 Apple Apple問你喔 平均100分是什麼意思? 你光看這個群聚100分 你告訴我這什麼意思? 對 群聚啊 群聚就是全班的最高分 減掉全班的最低分啊 啊群聚100分是什麼意思? 對 有人考0分 對 有人考0分 也有人考100 那我可不可以問你 考100分的幾個? 可不可以確定? 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一定有人考100 然後一定也有人考0分 考0分的有幾個? 也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同學 我跟你講喔 全聚100分 代表說這個班有同學考100分 也有同學考幾分? 0分 所以群聚是100分 全班的平均怎麼樣? 是70分 那麼請問你 這個給你什麼訊息? 我跟你講 給的訊息實在太少了 你說老師 我們班有30幾個人 那我只能跟你說 你們班平均70分 但是最高分是100分 最低分是0分 但是中間還有很多同學 那些同學 他的分數的分佈 你完全沒有任何的概念 這樣聽懂嗎? 所以這裡得到的information 其實很少了喔 來這裡給他一個問號 這樣好不好 給他幾個問號 這裡得到的訊息其實很少 剛才這個東西 他的訊息是比較強的 因為他群聚很小 所以從這裡 其實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來 所有同學 你看我上面這個東西喔 我這樣講一件很簡單喔 請問你 全聚越小 代表資料越集中 對還是不對? 對 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好 那我問你 全聚越大 代表資料越分散 你覺得對還是不對? 不一定 不一定就是錯嘛 對不對 好 這是錯喔 同學我跟你講 這不一定喔 全聚越大 資料越怎麼樣 根本沒有人知道 全聚越大 你只知道有一個很高分 有一個很低分 對不對 有人考很高 有人考很低 可是中間那些人 到底是很集中 還是很分散 完全一點感覺都沒有 這樣聽懂嗎? 所以同學 我跟你講這很重要喔 全聚越小 資料越集中 全聚越大 資料是不是代表越分散 欸 我跟你講這不一定喔 可能集中有可能分散 完全不清楚 但是標準差就不一樣 標準差如果越小 資料一定是越集中 標準差越大 資料就越分散 好不好 全聚這個概念挺重要的 花一點點時間 跟同學稍微的來 討論一下 好 那我想全聚就講完了 好不好 稍微跟他們講一下 現在請你翻到那個93頁來 這個93頁 這裡第五個跟第六個重點 來 通常我們一起看一下 第五個重點 拿出你的銀光筆畫一下 資料的平移 這個資料的平移跟伸縮 都很重要 他說如果把每個數字都加出 都加上d 然後呢 中位數 算數平均數也會跟著加d 這廢話 就好像加分一樣 這次考試考不好 每個人都加10分 平均數是不是會增加10分 對 中位數也會增加10分 這太合理了 但是同學我跟你講 全聚 四分位聚 標準差 會不會因為資料的平移而改變 不會 對不對 資料的平移不會影響 那個離散的程度 聽到嗎 這個很簡單喔 所以你現在看到他那個立體V 哈囉 93頁的那個立體V 給他一個讚 這是88年自然組的考題 這個題目根本是一個送分題 他說 某一班的數學老師 算出學生的學習成績後 鑒於學生平時都很用功